如何选择美国的高中学校呢 一般来说 美国的高中分为两种 一种是公立高中 一种是私立高中 公立高中大概占到了85%左右的数量 那么剩下的就是私立高中 15%左右 美国的公立高中是由政府的税收所支持的 学生呢 按照学区来划分 那么也就是说 可以说85%左右的美国学生 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公立高中 是他们一个所接受的 大的这么一种教育模式 教育体系 美国的私立高中呢 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教会学校 一种是普通的私立高中 那么普通私立高中呢 一般就是隶属于个人 或者是某个机构 某一个基金会 那么像这类高中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政府 或者是私人的这个拨款的 学生如果想要入读私立学校 那么基本上你的学费 你的生活费 都是要由家庭来承担 那么相对来说 费用也会比较高啊 尤其是一些这个贵族的私立高中 呃 作为私立高中来说 教会学校又相对来说 比普通的这个私立高中要便宜一些 说到教会学校呢 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 那么就是 呃 如果我去申请教会学校 我是不是一定需要信教 而且就是教会学校 是不是就不欢迎不信教的学生 其实这个答案呢 是不一定的 其实大部分的美国这个教会学校 他们呢 都是希望学生可以在这个上学期间 可以受到一个潜移默化的熏陶 最终你可以信教 这样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可能性 但如果你不信教 他们也并不会说 我拒绝接收你这样的学生 进入我们学校学习 他们呢 还是希望有一个非常open的一个状态 可以接收到每一个学生 呃 当然了 就是如果你上的是教会学校 你不可以避免的就是 你入学以后 是一定需要上到一些教会的这个课程的 而且可能每周教会学校 也会安排学生 参加教会的活动 当然了 只有一个别极个别的学校 会在他的这个学校的主页上面 写清楚 如果你不是信教的学生 我们是不接收你的 这个情况是极为极为特别的 那么总体来说 美国的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 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这样说 首先我们从人数上面来进行分析 呃 一般来说 美国的这个公立高中 每个学校的人数 可以达到2000多人 那么私立高中的话 他的总人数平均下来可能是免学校有800人 这样子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就是学校的这个师生鼓励上面 私立学校的师生鼓励就明显会低于这个公立学校 那么学生所受到的学校老师的关注度也自然会不一样 第二点呢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师资力量上面来看 呃 比如说单单 我们从教学方面 这个私立学校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私立学校会更多的为学生开放这个AP或者IP课程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AP课程如果学生修的越多 那么呃或者成绩越好 那么就说明你的学习能力越强 一般来说这个私立高中就是在拿AP课程的数量来定这个私立高中的好坏 那么呢另外一方面私立高中的学校呢 老师的这个学历背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 而且是老师也更愿意去帮助学生或者是跟学生进行更多的互动 那么另外一点呢 这个私立高中里面 呃因为这个私立高中可能是因为资金比较雄厚 所以从硬件上来说会比一些这个公立高中的硬件上面要好很多 最后一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这个区别呢 就在于这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办学理念上面会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这个私立高中他不单单只看重学生的这个学习成绩 他们呢还注重学生是国师多元化的发展 私立学校呢可能会更多的为学生开放一些类似于这个海外游学呀 或者是提升领导力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武术数学竞赛呀 或者是呃其他的一些奥数竞赛 让学生呢可以更多的丰富他们的这个个人背景 这个的好处呢就在于 因为可能私立学校他们更加注重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 所呃所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说的这个背景提升 那么这个私立大学呢他们可能会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就帮学生在方方面面把这些东西都已经覆盖掉了 可是这个的话可能在公立的高中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欠缺 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我拿到了很多学校的offer 那么我应该选择哪一所就读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来判断的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 我们从大的地理位置上面来讲 那么我们分东西海岸 那么因为东西海岸上面肯定在学术的范围和学术背景上面会有不同 很多人都说可能我们西海岸的这个学风更加开放 那么东海岸的学风可能更加严谨 这个是大家可以在考虑的这个思考地理位置的时候作为的一个参考 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年限 它是否是百年老校 那如果它是百年老校的话 那么肯定它的各方面的师资力量 包括学术底蕴都会要比一些年轻的学校可能要好一些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分析的呢 就是学校的规模 学校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学生的总体人数上面来判断 当然也可以从学校的国际生比例上面来判断 另外一点呢 我们就是需要判断高级教师的比例是多少 因为肯定呢 如果它的高级教师越多 那么就说明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越高 从学术上面呢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学校的荣誉课程的数量 这个学校的AP课程数量 以及这个学校历年SAT或者ACT的平均分来判断 那么当然这个荣誉课程越多 AP课程越多就说明学校的师资力量越高 因为它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才可以提供AP课程和荣誉课程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这个它每个学校的毕业班的平均SAT和ACT的考试分数上面来判断 因为SAT和ACT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国的高考嘛 那么如果学生这个毕业班学生的平均分数越高 那么就说明了学校的教学质量越好 学生才能考出这么如此高的分数来 说到毕业班我们就不得不说 这个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数据上来看这个学校的整体水平 那么就是每一个每一年毕业班进入美国民校的这样一个数据 当然如果学校越好 它有可能进入长寸长寸同院校的学生越多 那么它进入美国前100名前50名的学校 学生就越多 这样子的话都是可以给家长一个数据 最后一点我们可以提供参考的呢 就是每一个学校所开设的学生club的数量 如果学生club数量越多 也就说明学校可能非常支持学生的这个综合能力的发展 这样子综合能力的发展是非常有助于学生在日后申请美国本科 所必要的一个条件 学生club数量越高 那么它可能升到的美国的名校排名就会越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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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